大家好,我是小岳,好久不见 对,好久不见 其实刚才我是讲,厚小岳跟MENU有非常非常深的渊源 因为其实2010年的时候,已经邀请过你来参加美度表的活动 今天是我们台北101品店开幕,再次来到现场,你觉得心里有什么感受? 时间过得很快 五年 五年你的变化也是蛮大的 人生上面的一些不同的成长啊,经历 对啊,对啊,真的是,我觉得时间 人生很多的课题,然后很多的困惑 然后很多的快乐啊,悲伤的事情 你都需要时间去验证 然后很多时间,真的是要时间过了以后,你才知道 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这些人生的经历,其实都在时间一秒一秒的流转当中记录了下来 我请小岳尽量帮我们参一下中间,让大家每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你 对,其实对于一个艺人来说呢,能够两次参加活动,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所以小岳对美度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情感? 对啊,那个时候五年前跟现在,我觉得好像把我这五年的时间连成了一条线 你知道,那个时候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 所以今天站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再度到这个环境跟大家分享 嗯,同样是美度表,我觉得要展现那些精神,我觉得非常荣幸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邀请小岳来到现场呢,手上帮我们佩戴的是今年的最新作品 俊勇系列的十分偏心 它的整个设计灵感来自于英国皇家的爱尔伯特音乐厅 所以整个设计你可以看到一些爱尔伯特音乐厅的影子在里面 你自己喜欢这支腕表吗? 对,其实Royal Robert Hall自己本身它是音乐厅嘛 所以我觉得它自己的历史文化已经非常永久了 然后,它的那个建筑物的设计是同心圆的一个设计 所以它就是一层一层的圆,把那个建筑建筑起来 然后这个首歌也是 那我们其实上面的直升都是在转圆圈嘛 所以好像就把整个小宇宙就整个一气合成的把它弄在一起 所有的概念都围绕在圆上面 尤其是东方人特别喜欢圆的这个概念 对,特别是 那刚才你有机会逛了一下我们台北101的名品店 有没有看到特别喜欢的标款,想要入手的标款 我觉得今天可能我最喜欢的就被我带到我手上了 就直接等一下放工就带回家了好不好 好啊 好,那我们聊一聊看是不是直接让小岳带回家 还是我们小岳还可以再公布有没有什么更喜欢的 好